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来报道一个不算花絮 整个中国万马起因之际 一个中国球迷 闯进了北京工体赛场 个梅西拥抱这一段花絮 让我们感受到几乎躺平了中国 有一点跑动起来的希望的亮光 外天报道 中国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五月混中为各种关键的经济指标 集体走落 备受关注的青年失业率攀升的20.8% 为有记录以来新高 这显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复苏化力 央视又搞了关键的利率的下调 说明北京市的宽松政策 为低运的经济注入动力 中国经济的疲乱 央行普遍的下调利率 意识着更多逆周期调控措施出来 来推动中国经济重新走回正规 全国的城乡调查事业率5.2% 以事业会持平 但16到24岁劳动力调查事业率上升到28.8% 再创历史新高 现在16到24岁的年轻人也有600万人还在找工作 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再创新高 意计是1,158万 随着毕业季到来 青年失业率可能会继续不攀升 好了 在这么一个低迷的情况之下 大家情绪都不好 但有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 吸引了广大球迷和更多国人的目光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多少阿根廷的球迷 有多少梅西的球迷 我们都知道很多 但没有人能想到 昨天晚上在比赛 大家看到那种 也许只能在中国五大联赛巨星登场的国际赛事 才能看到到一个画面 一名年轻的球迷 从球场观众席三米高处一而下 他甩开了第一时间就发现他的安保 精直奔向在角旗附近的梅西 他张开双臂打算拥抱这位绿鹰场上的英雄 梅西是下意识想推开这个小伙子 因为他在过往的二十年里 无数次见过这样的画面 但是梅西最终没有推开咖 而是让个小球迷紧紧地拥抱了自己 得逞了之后 在年轻人刺意地奔跑 身边的保安根本就抓不住他 之后他又狂奔到阿根廷后场 在中线之后和大马丁守门人来一个机长 从现场球迷录制的视频来看 观众席上无数的阿根廷球迷都在为这个小家伙欢呼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敢做这样的行为 但也许就这个家伙当下所做了 足以让现场五万名的球迷为他鼓掌呐喊 台湾华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管理处罚法24条 规定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中 强行进入场内 围攻裁判员运动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老人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以下罚款 要罚款 刑接严重者五天以上十天以下居留 处罚500元人民币以下的罚款 500元 他花了多少钱进去的 又这么一跑 我们知道这位年轻人不足18岁 属于21世纪00后的一年后的年轻人 这个孩子的那种跃动 让我想起了奔跑的中国 奔跑的中国年轻人这句话 首先第一这个低迷的经济 还有了高压的政治的沉闷 梅西不仅给习近平生日带来欢乐 也给全国的老少爷们足球迷带来欢乐 五万人的北京工体 那叫盛创空前 而且都不用戴口罩了 这一点很难得 当然买得起现在这个条件之下 买得起一万多块的门票 说明北上广深这一线城市的地主家里 还有一梁 中产阶级的消费 也都还可以勉强 对付一两场这样的国际赛事 当然黄牛党的炒作 居然世道也不错 说明了中产阶级并没有完全的缓平 人们还可以支撑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不可能太长 至于梅西的到来 有没有有关的体育当局 杀慧苦心为习近平庆生贺寿 我估计多半也是人们的花费想象 今天的中国 可以说是万马奇 因为政治上的高压 大数据的监控 无孔不露的各种各样的 脸部识别系统 让人们不太敢造次 墨守成规的中国 已经没有四十多年前 改革开放支出那样的越动和活力 那个时候的口号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那么现在呢 谈的都是两个确立四个为辅 而且要早请世管汇报 一样的通读习近平的文学 要考到 入脑入心入魂 墨守成规的中年 中国 就像那些游历的中年保安一样 他们只能照本事办事 很多的执政党的领导人 更喜欢循规盗取 让年轻人乖乖打乖乖排 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个社会的教育体制 也培养了不少精致的功利主义者 但是像这个小年轻 他身上没有一点这个痕迹 没有这样一种约束 没有这样一种拘泥 当然他也没有 在规定的框框套套里面思考问题 在规定的时空条件 老老实实按部就班 规规矩矩坐在观众席上观赛 他采取了一耳下三米高的平台 去拥抱他心中想念的梅西 这一点很有意思 也就是这样一种跃动 这样一种跑动 这样一种肆意妄为 和目前正在鼓励的 找无读习近平思想的方法做法 这样一些框框套套 显然和这位奔跑的年轻人的风格 是格格不入 我们也知道 在我们的很多报道中 躺平论似乎是另外一种主旋律 很多极端的社会治安事件的当事人 也都是年轻人 中产阶级缓评 带来很多悲催的个案 而个案的积累越来越多 其实是有些负面的影响 使人们对目前的经济形势 援近青年人十月里高涨 政治的压迫性太强 国际大环境 又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稳定和可持续 带来了诸多的严峻的挑战 当然现在像这样的年轻人 还有很多 以后就不一定有这么多能跑动年轻人 中国已经进入了老年化的社会 出生率的下降 结婚的意愿不高 这些问题都是给质障的带来很大的压力 好像说 整个这一段的高度的不确定不安全感 人们很压抑很沉默 好像看不到明朗的未来 所以说这位跑动的肆无忌惮 不居一格的年轻人 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光亮 一点年轻人奋不顾身 追求自由的奔放和冲动 不愿意被舒服 带着脚铁跳舞的冲动 本来这样的年轻人充满了动感 本来就应该是跑动中的中国 青春级的中国年轻人 充满动感 充满积极向上的中国的标准和图腾 而如今也许是另外一种的老气横丘 这个年轻人给我带来一种 视觉和思想的冲击是显而易见 我们也知道 所谓万寿路贺寿的可能 只是传言人们的猜测 因为那个地点我们知道 中央警卫局要不警备声援都已经很难 而且又是交通要到 人来人往 那个地方怎么有心情去吃一碗 放着两个鸡蛋的寿面 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不能够作真 不能够作真 如今的中国内忧外患 70岁那碗寿面 如何能舒心的吃下去 我想国事纷乱了 总书记应该有自己别有一番知味在心头 我们看到了这位跃动的年轻人 我们想到了去年也有一个年轻人 北京四通桥的彭仔州 他表达了自己清晰无误的个人的政治意愿 当然很多人到现在连彭仔州的名字都给忘了 彭仔州的个人的孤勇者之举 好像没有在中国的普遍大地上 有一丝的回响 但是白子运动的四处兴起 好像也没有留下更多的涟漪和波兰 但是这位未满18岁的年轻人 从三米高的看台观众一而下 刺意的奔跑 刺意的如愿的看到自己的偶像 心满意足的被视角抓走的时候 那种灿烂的笑容来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地 我们已经沉闷太久 三年的严控 严苛的风控 让我们学会了孤独 学会了沉默 我们失去了本来应该有的冲动 我们已经失去了 我们也可以奔跑的那样的下意识 所以我想这个年轻人告诉我 要动起来 为了自由 为了其他的政治欲求 奔跑起来吧 中国的年轻人 还有包括我们这些70岁的 老头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笔 phot 我们做过来的 他们死了 对 closely 这位 我们必须 有 zwe 穩